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道美食呢是一道很有特色的西北菜 而且这道菜呢如果拌面条的话味道真的是一绝 相信说到这儿呢大家心里已经有几分答案了 好 我们请出今天的这位嘉宾我们的新朋友冉大厨 欢迎冉大厨 你好 谢谢 好 冉大厨第一次来说客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前一阶西北菜厨师长 冉永福 那今天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 来符合在西北人口味的西域大盘鸡 哎呀 听上去就很过瘾的感觉 制作这道西域大盘鸡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三黄鸡 土豆 洋葱 萝丝辣椒 葱姜蒜 干辣椒 花椒 八角 桂皮 草果 香叶 冰糖 豆瓣酱 细辣椒面 盐 味精 白糖 鸡粉 生抽 好了 食材了解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吧 边做边聊 这个鸡已经准备好了 对 对 在这个鸡是提前我剁好的 清洗过的 现在控干水分再准备下一步的操作 剁成胯 然后再洗一遍 再控干水分 再控干水分 我们今天用的是整支鸡 整支鸡 整支的三黄土鸡 三黄土鸡 那就是我们如果再选择这个食材的话 用三黄土鸡会比较好 对 个头比较适中 个头适中 它肉质也比较软烂 烧起来它容易入味 哦 比较好烧 也方便易熟 嗯 也入味 好 鸡肉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咱们来是烧油吧 烧油 炒糖色 哦 好 我们把锅烧热 热锅两个油 对 我们给锅里加上高原小利味更香 蝉花菜籽油 绿色小榨菜籽油 对 非常好的这个油 我们的这个油温呢 是要几成热 炒糖色油温不能派高 四五成热就行了 好 加的是冰糖 油温过高容易糊 嗯 是吧 来小火炒 我们今天用这个冰糖来炒糖色 对 白糖也可以 白糖绵软 但是没有冰糖炒出来的颜色 酱红 哦 冰糖炒出来的这个色泽更好看 对对对 红亮红亮的 是是是 所以油温不能太高 容易糊 冰糖也会糊 所以咱们用第一油温开始 对 让它慢慢地化开 嗯 炒糖色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炒糖色火不要太大 就它慢慢地化开 因为火太大了 冰糖 嗯 还没炒好之前 已经上色了 哦 炒出来鸡块容易发苦 对 影响味道 对对对 而且容易糊 嗯 我们小火慢炒 而且这个冰糖炒出来 要比白砂糖色泽更好 更红亮 对对 红亮 嗯 慢慢地你看这个冰糖就开始化了 开始融化 嗯 这过程稍微有点耐心 其实挺简单的 对对 也不难 草糖色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油草 对 一种是水草 对吧 油草出来颜色亮 对 水草的话就是比较慢 哦 有的人不好掌握 对吧 水草做的这个 它选择的食材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水草一般像你拔丝红薯啦 对 系列都可以 哦 哎 你看 它这个化 就是到一个阶段 它突然就化了 对对对 很快 哦 是 颜色也慢慢出来了 对对对 那炒到什么程度呢 它微微起小泡 成枣红色 对 颜色再加深一点 对对对对 哦 所以水一定要沥干 对对对 水要沥干 下期化 哦 你看这一炒进去做这个有点焦糖味的感觉很香哦 对 甜甜的这个味道就算他出来了 对 而且鸡肉的颜色一下就变深了 对对对 有点颜色加上去了 对对 这个时候就直接把鸡肉先给它下去爆炒生炒就成了 叫鸡肉充分的上上颜色 嗯 咱们这就是直接一步就一到位就去上盘色 就 我发现这个鸡块之前也不需要腌制吗 不需要不需要 哦 然后直接用香料 嗯 再加入葱姜 嗯 配入生酥 嗯 就可以了 待会在烹饰的过程当中再进行逐渐的入味 是是是 哦 对 这鸡块现在已经定型 嗯 来现在就可以放入葱姜蒜 对 啊 我切好的葱姜蒜 对 然后放入大料 好 我们这大料里面 大料就是选用在陕西的芹椒 嗯 还有这葡萄的花椒 嗯 再五香大料 像这八角了 炒果了 嗯 一样两三个行了 因为在鸡比较小 对 我看还有桂皮 对对对 有桂皮 它增香 芹香 那咱们这里面就下了香叶 炒果 还有八角 桂皮 还有这个芹椒 对对对 还有花椒 所以我们这个香料也很丰富了 对对对 来充分地让它进行翻炒融合 对 让香料的味道慢慢也融入到鸡肉里 对 所以这道菜其实它还有一个特点 不光是食材很夹是 它的配料也是量非常足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在香味出来之后 再放入豆瓣酱 这个提香 因为在陕西人比较爱吃辣一点 给点豆瓣酱 增色 给个增香 所以咱们应该是一样 所以咱的硬蒜是一样 对对 你要配合我们这边人的这个口味习惯 对对对 自己来炒 对 对 所以这应该是一道滋味很丰富的下饭菜 对对 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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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才好吃 对 拌面 就米饭 就磨 都没问题 当然我觉得它拌面是最好吃的 豆板酱炒出红油颜色 再放点细拉面 这是辣子面 对 然后是这种 细拉面那啥 你都想要细足是吧 不是 细拉面放进去 吸入颜色 不管是颜色来说 还是从口味来说 就综合了线椒的辣味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里面 辣味是比较足的 而且也比较丰富的 比较层次也比较多的 不光是芹椒 但还有希腊面也要放进去 而且当咱们炒的时候 还有豆瓣酱里面 其实有点辣白蒜的感觉 对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开水 差不多一般的没过食材 一般的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嗯 对 现在就给它调味 哦 烧着 边烧着边调 对 加一些味道进去 是 嗯 少加点盐 再加点味精 清鲜 给点鸡粉 再来点白糖 柔和它的香辣味 整个口感会更加的 对对对对 更加的香一些 再放入冻果酱油 提醒啊 嗯 好了 嗯 嗯 现在鸡块 就开始焖至 哦 焖至到15分钟 哦 左右就可以了 嗯 再准备大盘鸡的配料 哦 那这个咱们就在里面先烧着 哦 先焖至15分钟 哦 这个时候我们同时把这个配料再给它准备一下 对对对对 嗯 嗯 现在 就是 享用 明夏的红皮洋葱 哦 哦 主要是在突出在西北菜 嗯 嗯 红皮洋葱就切成 嗯 三角块 哦 这个洋葱的味道会比较浓郁一些 对对对对 它去腥效果也好 提现也好 哦 是 然后 这个 螺丝椒 螺丝椒比较辣 哦 但是这个腊味会比较充分一些 对 螺丝椒就切成滚刀块 也是滚刀块 也是滚刀块 哎吃辣的你就多放点 嗯 我也吃辣的少放点 对根据自己的口味习惯 是是是 好 那我准备起来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 对 咱们先这个 嗯 土豆 这是大盘鸡棉必不可少的 必不可少的 对 我们已经体验切好了 这土豆也是宁夏的红皮土豆 哦 哦 它比较沙绵 对 吃起来口感比较软糯 它烧透之后 它是绵绵的沙沙的 对对对对 咱现在就把它放到鸡块里面 把鸡块一起炖至 对 这个汁也是在收着在烧着 对对对对对 我们把切好的这个土豆块 是 下进去 这土豆块 其实切的这个块还蛮大的哦 对 比鸡块稍微还大一些 大一点它比较耐煮嘛 哦 切的太小了鸡块还没熟 那个土豆已经煮化了 嗯 大一点它耐煮 对 而且入味时间长 对更好吃 更好吃 对 行 又盖上盖子了 对 再次盖上盖子 嗯 门上十几分钟 其实挺快的啊 嗯 嗯 好 那我稍微等待一下 好了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哎呀 超过十五分钟了 可以打开了 对对对对对 好 现在切开锅块 哇 这个颜色变得更红亮了 对 上色上特别好 在这糖色 现在放入在 刚才切好的红皮洋葱和这个直线椒 嗯 把它的清香味烧出来 嗯 好 现在就可以了 哦 汁水稍微淡一点 还得流一些 拌面也可以嘛 对 可以吃完鸡块 也可以煮菜涮菜 汤汁还得宽点 富裕点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道菜里面 我觉得很大的特色就是这个汁 对对 好 给盖盖了 嗯 哇 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 咱们特色的这个餐具啊 对 我们在店里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大盘 是是是是 冲上去给加热 可以点火 哦 好了我们去到西域大盘鸡就做好了 赶紧来欣赏一下 大盘鸡人人都爱吃人人都会做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做法和搭配习惯 作为一名专专业厨师 燃永福经过多次的考察和试作 这道命名为西域大盘鸡的美食 在他的店面里也是一炮打响 老实客新朋友都会冲着这道菜品而来 看了今天的制作过程 相信您也会跃跃一试 重新感受一下这道菜的魅力 好了欣赏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地尝一尝了 我们已经提前用公块分好了 咱们现在外出就餐呀 或者跟家里朋友在家里聚的话 你尽量用公块公找 对对 好 那杨大厨咱们尝一尝吧 这是土豆 在西北菜 就是选用西北的地道食材 对 在本店选用的就是宁夏红皮土豆 是吧 黄壤沙面 你看这个一张 对 煮得很透了 对对对 你看里面都入味 特别好吃 味道充分的入进去了 第一个我吃的是这个鸡肉 鸡肉很嫩很鲜 而且我们的这个胃性超级棒 香辣可口 特别提着胃口 然后这个土豆真的值得盛到 这个土豆吃起来不是那种硬的 对 它是那种透心的沙 整个的口感是绵软细沙型的这种 对 而且味道已经融入到里面了 你看清清刚拿筷子一加 它就碎了 土豆也分好多品种 对 白白皮的土豆 它是适合于做淀粉 是吧 不适合于做菜 像炒土豆丝啦 像别的 拔丝系列的 你就可以选用这个红皮的沙壤土豆 里面还会加这个香菇 对 香菇 你像放点土豆粉 哦 土豆粉 这个是我们最爱 都可以 也就是一鸡多吃 哎 一鸡多吃 而且是滋味特别浓郁 特别丰富的 一道非常过硬的美食了 对对 待会下节目咱俩煮把面 翻一半 开玩笑 那今天这道大盘鸡真的是超级棒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西域大盘鸡的关键步骤 第一步 三黄鸡剁小块备用 第二步 油温四成热 下入冰糖炒制成糖色 倒入鸡块炒匀 放葱姜蒜 干辣椒 花椒 八角 桂皮 草果 香叶等香料 炒出香味 倒入适量的豆瓣酱 细辣椒面炒匀 倒入开水 没过鸡肉 加盐 味精 鸡粉 白糖 生抽 调味 倒入土豆块 加盖 焖炖15分钟以上 第三步 洋葱 螺丝辣椒切块 略炒即可成盘 管家小账本 三黄鸡20元 其他辅料5元 共计花费25元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我们的好管家节目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小柯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豆腐动物食材来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有请一下我们本期嘉宾 赵明 你好赵明又见了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美食呢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到我们这个江苏南京比较流行的一个叫精灵奇香堡 也叫臭豆腐 其实就是臭豆腐是不是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名字呢就是取得好听一点 真好听这个名字叫精灵奇香堡 其实原材来它就是臭豆腐 臭豆腐这个东西呢就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就是不喜欢的人哦 就是一口都不舒服 就是吃不了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分享这道菜 在家里头也可以自己来完成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 制作这道精灵奇香包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臭豆腐生坯 香菜 蒜末 生抽老抽 极精味精 白糖 雞汁 香油 盐 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车豆腐原料 湖南长沙的车豆腐 一般呢就是外面市面上的车豆腐 基本上都是以油炸为主 油炸呢也是这个湖南的一个代表菜 油炸车豆腐 对 但是我们南京那边的做法呢 是将这个车豆腐炖煮 人家说是千滚豆腐 万滚鱼 所以说呢 把这个车豆腐炖一炖 其实吃起来也是一种这个 别有一番风味 别有一番风味 对 之前呢我们吃那个长沙的车豆腐呢 它是经过炸制之后呢 反复即便炸 对吧 炸制之后然后放一些各种料啊 还有什么香菜啊辣椒啊 这么一半啊 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 那今天臭豆腐是有所学 是它是炖出来的 炖出来的 是吧 我看一下 黑黑的这个 别看这一小块的这个臭豆腐 闻起来很臭 很臭 吃起来 香气 吃起来很香 嗯 确实是臭 好的 那我们可以来开动了 下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车豆腐先改刀 其实它这个改刀的话 其实很简单 把它一破二就行了 切成 对 两半 三角形 三角形 对 为什么要把它切成三角形呢 不是一整块的这种也好加吗 一整块的话 它这个臭豆腐啊 它炖的时候味道进不去 对 我想问一下 这个臭豆腐我们是在市面上就可以买到现成的 臭豆腐的话 在这个西安的这个菜市场里面 你一般买不到 一般你如果说自己家要吃的话 想吃这臭豆腐 你可以在这个网上去买 就是说是你提前一天下单 大概三年以后它就到了 来定一下 对 因为它这个臭豆腐里面你看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白色的嘛 外面包裹着一层这个黑色的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种叫臭粉 臭粉 对 它这个臭豆腐呢 它这个原先的是就是白皮 就是正常的这种豆腐做出来的白皮 然后呢做好了以后 它是在这个臭粉水里面 再浸泡一下 发酵一下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臭豆腐的样子 臭豆腐了 原来是这么做出来的 是上面包裹着一层这个臭粉 对 嗯 下来的话我们就是 嗯 调这个臭豆腐的底汤 好 嗯 起锅 嗯 要倒油是吧 对 嗯 把蓝米油油那是由蝉花菜籽油提供的蝉花菜籽油高原小力味更香 嗯 这个油要多一点 嗯 一会呢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蒜要放到锅里炸一下 对 今天我们用的这个蒜有多少 嗯今天我们这个蒜的话大概有一斤 一斤的蒜 一斤的蒜 嗯 嗯 然后呢这个蒜它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呢 这个蒜在搅好了之后啊 把水把它稍微冲洗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水分挤干 嗯 嗯 要完的话它这个炸的时候容易粘过 对 嗯 好 而且这个蒜的话呢一次不要全部下完 也是一次倒蒜香口味的菜啊 对 然后把蒜炸出这个香味 对 嗯 炸的这个微微金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火候我们是不是要掌握一下呢 嗯 这个时候炸蒜的时候火不要太大小火就可以 小火 对 嗯 好我们把最后一点蒜下去 好 我看了一下啊 赵明是把这个蒜是分次下的 对 对吧分了三次 对 下 这样它的这个蒜香味就一点一点再往处走 对对对 嗯 好 这个时候蒜炸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下干辣椒 好 嗯 甘辣椒跟那个蒜一起炸一下 嗯 然后 稍微闻到这个干辣椒的这个胡辣味 就可以了 嗯 嗯 因为它这个到时候炸好了之后 它这个油温的话一吃饭的话凉不下来 对 炸干辣椒好像这个油温也不能太高 不能太高 对 那又会糊掉是吧 嗯 主要是要把这个干辣椒的这个辣味激发出来 嗯 辣香味 对 这个时候的我们这个蒜蓉跟这个辣椒鸡蛋就炸好了 嗯 对 炸成那种金黄色 金黄色 对 焦焦的感觉 对 现在就好了 我们把这个倒出来 好 然后我们倒点香油进去 嗯 香油大概放多少呢 嗯 香油的话跟你这个炒的这个料的比例大概在个十分之二五分之一 哦 那也放不少了 对 那为什么要放这么多香油呢 因为它这个光是这个就是这个辣味哦跟那个蒜香味还不够 好 那带点这个香油啊 能够把它这个测豆腐的这个味道激发出来 对 也就是说呢 用这个蒜香味跟这个辣香味的这个油呢 然后再倒点这个香油 对 把它这个香味再逼出来 对对对 嗯 搅拌均匀 对 现在我们开始给这个测豆腐调一个味道 调个底汤啊 嗯 然后呢我们加点鸡汁 哦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大砂锅这个容器 对嗯 然后呢 老抽少加一点 调个颜色 刚才我们那个加的是鲜鸡汁是吧 对鸡汁 嗯 它如果说是家里面做这个菜啊 嗯 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加点这个鸡汤 哦 就拿那个鸡架 对 丢点鸡汤 嗯 然后我们再把生抽再加一点 放生抽 对 嗯 嗯 鸡精 三勺鸡精啊 大概四勺 嗯 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的话没有鸡汤 对 我们用的是这个鸡汁跟这个鸡精调味 增加一些它这个鲜度 嗯 然后这个糖少掉一点 再加一勺味精 现在水已经开了 然后我们把这开酒倒到调好的这个料汁里面 大概比例是多少呢 嗯 大概这个比例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 沙窝啊 沙宝的 嗯 八成吧 嗯 一多半 把刚才放的调料稍微搅拌一下 稍微搅拌一下 这个是必须要用烧开的水 对 嗯 下来我们把这个刚刚熬好的这个料油 嗯 把它加一点 主要就是靠这个料油 来调味呢 对 这个料油是这个灵魂是吧 灵魂料油 大概放多少 大概放两勺就够了 再来一点啊 好 哇 这个料油一看 看着就香啊 对 嗯 然后把这个车豆腐放进去 豆腐放进去 一会儿我们是要炖是吧 要炖 嗯 这个车豆腐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 嗯 要不说千炖豆腐万炖鱼 对 有时候我们拿这个 就是 鱼汤来炖豆腐 那那个炖豆腐也很鲜美 对 嗯 好 我们已经把车豆腐放进去了之后呢 对 我们要上锅要蒸了是吧 嗯 上锅要炖了 炖一下 嗯 这个大概要炖多少时间 这个烧开了以后至少要炖十分钟 十分钟 对 嗯 时间越长 它可能就越入味 是吧 我们爱可好玩家 好的 我们十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豆腐炖的怎么样 对 哇 现在我们的车豆腐已经基本上炖好了 嗯 就是说这个车豆腐呢 看它都没炖好 看它有没有飘起来 然后有没有变大 对 现在我们的车豆腐就已经炖好了 嗯 香气十足 对 哇 看着就很好吃啊 那这道精灵奇香宝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 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 在全国各地都有 也是许多人都比较钟爱的美食之一 今天 赵明带来的这道精灵奇香包 和我们平时吃的油炸类臭豆腐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足量的蒜蓉香气 中和了臭豆腐特别的气息 口味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吃起来汤汁饱满 鲜辣复合 别具一番风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试 接下来呢到我们的品尝时间了 我们已经提前用公块 把菜品已经分好了 我们接下来可以来尝一下啊 我们尝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臭豆腐的味道 嗯 好像略淡了一点点 对对对 它这个炖完了以后 它这个侧度本身的侧度也能略淡一点 嗯 嗯 经过炖制之后呢 它有一种酱香味在里面 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它的这个蒜味已经不是特别的浓了 对 但是厚味是有那么一点点蒜香跟辣口的感觉 对 它这个臭豆腐呢 它这个最后的味道啊 主要呈现的是咸鲜味 对 然后带一点这个干辣椒的这个胡辣味 嗯 下来就是这个蒜香味 嗯 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融合的味道 对对对 既有臭豆腐的本身它这个臭臭的味道 还有这个蒜香 嗯 然后有辣椒 还有略淡一点点就是酱口的感觉在里面 对对对 嗯 然后呢这个平时在家里面做的话啊 你里面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这个荤菜 哦 还有肉菜 可以加肉吗 可以 像这个陕西这地方人喜欢吃这个葫芦头 哦 你可以加点这个非常进去 对 然后吃起来也是 加肥肠 嗯 然后呢也可以加一点这个牛肉进去 牛肉 肥牛 如果这个加菜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有点不合适 因为本身臭豆腐它是有点臭臭的这个味道 对对对 菜本身它这个味道鲜味会有点破坏 对对对 一般就是加点这个肉类 或者你加点这个粉丝也可以 加粉丝 加点粉丝也可以 嗯 它效果有点不错 对很好吃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妨在家里就学做一下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菜的关键步骤 第一步 抽豆腐 对角切块 第二步 油温四成热 分次下入一斤左右的蒜末 炸出香味 放干辣椒段 小火炸至焦黄 盛出之后 立刻倒入足量香油 搅拌均匀 备用 第三步 沙包中加鸡汁 老抽 生抽 鸡精 白糖 味精 倒入开水 调制成底汤 将炸好的蒜蓉 辣椒油加适量 放入臭豆腐块 烧至10分钟以上即可 管家小账本 臭豆腐10元 其他不料5元 共计划为15元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 由高原小丽为一种香蝉花菜籽油 特别支持播出的好管家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小柯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来做一个好吃的小海鲜 有请一下本期嘉宾孙鹏 咱们今天做一个麻辣炒花哈 麻辣炒花哈 对 也有把它叫花蛤或者蛤蜊 对 可能每个地方它的叫法是不同 地方方言是不一样的 咱们这一般都叫花蛤 对 夜市当中的必备 对 制作这道麻辣花蛤 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花蛤 小香芹 洋葱 生姜 大蒜 料酒 花椒 干辣椒 鸡精白糖 豆瓣酱 生抽 刚才孙鹏说了这个叫做花蛤 咱们这叫 对 其实它的学名它叫隔离 是 标准叫法 学名 就是咱们叫顺嘴了 就是都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咱们就叫花蛤 每个地方它的这个叫法可能会有所区别 我准备了点麦芹 咱们把它切成小段 来当成配菜 对 它也是有红有绿 看着也比较好看 吃着也比较爽口 这种麦芹我觉得炒小海鲜时候是必备 对 因为它吃着也比较清爽 洋葱也可以去就是去腥的作用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龙虾里面也会放一些这个小黄瓜 是的 这都是比较清爽的东西 对 它的做法呢其实也差不多 对 切点蒜和姜 好 我每次切洋葱的时候 就是我害怕这个眼睛会有点辣 对 这个时候你可以拿水把它稍微冲一下 再去切就会好着 好 把蒜和姜都切成小片 好了 咱们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烧一锅水 嗯 然后把花花煮一下 好 咱们在水里面加一些料酒 这可以取到去腥的作用 好 加料酒 对 然后把水烧开以后 把花花倒进去 煮它一个是为了让它去腥 再一个是让它吐沙 因为它有些可能壳合着了 会有一些小沙子是吧 沙子在里面出不来 所以咱们煮一下它壳打开以后 沙子就可以出来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做种小海鲜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自己要处理干净 对 肯定是比外面的要新鲜一些 经常我在外面吃 有时候会吃上 突然吃一口沙子 然后是错不及防的 所以说自己在家吃呢 还吃得干净 吃得放心 好 水烧开了 咱们把 倒进去 其实很好熟是吧 一烫它那个 把一烫壳一开就好 就开了 对 像这种海鲜呢 我觉得还是要吃这个新鲜的 对 它的味道 鲜美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最好当时买回来回头就做 嗯 这个东西很容易死 在家养不了 对 你像螃蟹呢 就是不能吃死的 吃死的会拉肚子 对 为什么说死了会拉肚子 是因为这个海鲜 它本身细菌比较多 一死了以后 它不新鲜 马上细菌滋生的 繁衍的比较快 所以说一死 马上就不新鲜了 好 我们这个水已经 水已经烧开了 大多数都已经 都 壳都已经打开了 等它全部都打开 就可以捞出 对 好的 我们这个隔离呢 就已经煮好了 煮好以后 咱们把它倒出来 倒出来 看都已经张口了 是吧 然后 咱们可以再给它 稍微冲一下 如果有沙子没出来 再一冲就给它冲掉了 好的 我们这个隔离呢 已经冲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现在可以炒制了 好 首先 锅里倒一些油 本来我们用油呢 是由蝉花菜籽油提供的 蝉花菜籽油高原小 立味更香 我们用菜籽油炒 肯定还是很香的 咱们把姜和蒜 放进去先炒香 火不要太大 火不要太大 慢慢把它炒香 这个菜油就是挺香的 给我们再打广告 不是真的 给我们打广告 我都闻不见这个姜的味儿了 我闻不见菜油这个味儿了 对很香 我们都用这个来做 好把它炒香了以后 咱们放花椒和干辣椒 量会比较大一点 当然你要吃不了太辣太麻 可以适当的减一些量 这个菜最大的特点 它就是麻麻辣辣嘛 对 一定要口味重 对 夏天喝啤酒才过瘾 这如果按照这个川菜的制作方法 它可能这个辣椒还要放更多一点 对 而且要放那种小的芷田椒 增加辣度 这个辣椒它比较香 还不是特别辣 对 有一些川菜里面做麻辣的 还会放一些这种麻椒或者糖椒 是 看现在能闻到很浓郁的 花椒跟干辣椒的香味儿了 咱们再放一点点豆瓣酱 做这种麻辣的小海鲜 必不可少的就是豆瓣酱 少放一点因为它比较咸 好 咱们现在把豆瓣酱炒出红油 炒好了以后 咱们把花哈倒进去 翻炒两下 然后 倒一点水进去 哦 小半碗清水 对 嗯 为什么要放水呢 因为咱们里面刚才都是干料 如果没有一点水分的话 有点干啊 对 太干的话味粘不到上面去 嗯 所以水不能太多 但是要有一点 接下来咱们调味儿 里面放一勺鸡精 一勺半白糖 白糖会多一点 这样吃起来有甜味 才能体现出来它小海鲜的鲜味 所以说回味儿要带点甜味 盐咱们就不用放了 因为咱们要放生抽它是咸的 而且刚才豆瓣酱也是很咸的 对 好一点点生抽 好 这时候 把火开大 把调料炒化 这个时候就要大火翻炒 对 把它 水在里面 刚才加点水把它 烧起来 温度上来以后 咱们把刚刚切好的洋葱 和麦芹倒进去 大火翻炒 因为这两样蔬菜很容易熟 对 熟得很快 对 咱们吃芹菜要吃脆的 所以说也不能炒时间长 对 脆爽的感觉 持续大火翻炒 直到这个枝子 全部浓缩到这个花哈上面 咱们就完成了 好 好 我觉得炒这道菜呢 要炒出那种气魄出来 对吧 因为大火它肯定就是火候一急 它肯定这个味道就逼出来了 如果咱们这个 因为在家做嘛 家里头的火没有鼓风 如果有鼓风的话 咱们这样翻两下 马上就有明火出来 可能就比较有气势 刚才翻的时候也没有 但是气势仍然在的 哈哈哈 好 花蛤肉质细嫩 营养丰富 价格也是非常亲民 很适合我们在家庭来制作 在平时呢 有些朋友可能对花蛤中 影响口感的小沙粒 比较担心 不会处理 那今天 刚好可以用孙鹏 教给我们的方法来制作 只需一步 就可以打消顾虑享受美食了 稍后关注做法回顾 麻辣鲜香不个牙的 麻辣花蛤 学着做起来吧 它味道不错 嗯 好吃 麻辣鲜香 给这个孙鹏点个赞 那今天我吃到的这个隔离呢 好像略微的偏甜口一点 对 好像更鲜了一些 对 因为多放点糖 能马上体现出来这个小海蛋鲜味 对 有一种这个北方跟南方口味的 这种融合在里面 是 然后吃起来很过瘾 因为我们放了有这个干辣椒 有这个花椒 然后爆炒出来呢 它的这个隔离已经非常入味了 是 而且这种类似的小海鲜都能用这种方法去吃 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 蚊还都能用这种方法去做 对 就是小海鲜都可以既好吃 然后又入味 是 经济又实惠 是 如果你是喜欢吃辣的朋友的话呢 也可以再加一点这个小米椒在里面 是 味道可能会更麻辣 更过瘾 更过瘾一些 所以说这道菜呢 就是为这个夏天来准备的啊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妨在家里也协作一下啦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菜的做法 第一步 小香芹切段 洋葱切块 姜蒜切片 第二步 锅中水开 倒料酒 放入花阁 煮开捞出 用清水冲洗干净 第三步 热锅凉油 下入姜蒜煸香 倒入花椒 干辣椒 加豆瓣酱 炒出红油 倒入花阁 放适量清水 加鸡精 白糖 生抽 调味 放入洋葱 小香芹 大火翻炒 汤汁收干即可出锅 管家小让本 共计划备11元